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人说孤独就是篱笆,有了篱笆才能有自己的原地 一个人想要活得自由,就要学会享受孤独,不必过奋合群,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把门一关,外面的一切都和自己无关,烦恼也被关在门外了 曾经为了生活,不得不融入某些圈子,才能得到别人的恩惠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生活的压力小了,职业生涯也接近了尾声,圈子的意义显得微不足道了 走亲访友是传统的习俗,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圈子 我们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就需要每天辛辛苦苦努力上班挣钱 于是他们人生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很少有属于自己的事情就是去走访亲友,或者是维护一下自己的朋友交际圈的 虽然我们很多人当时也不想这样做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从而让我们很多人的心中就此会落下很多的遗憾和埋怨 因此我们很多人在老了或者是退休之后,他们就准备在以后的时间里面 每天没事就去亲朋好友或者是古人之交那里去串串门 联络一下彼此曾经的感情,或者我们老人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退休之后经常去串门 有时候非但不会是好事,反倒还会给自己引来更多的烦恼 不是家里请不起一顿饭,而是家庭不需要外人干扰 家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来来往往的人多了,就变成了公共场所 我身边这位六十岁大爷的亲身经历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 六十八岁周大爷的字数 今年六十八岁的我已经退休有八年多的时间了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石油化工勘测的 因为我工作特殊性质的原因 因此我常年都需要在野外工作 可以说我常年都在外面 甚至于有的时候就连春节我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 而自从我干上了这份工作之后 我从此真的就和以前那些亲戚或者朋友等人失去了一切联系 很多人还以为我失踪了 其实主要是我工作太忙的原因 为此家里的亲戚朋友等人没少埋怨我 我自己当时也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于是我在退休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 去游山玩水也不是去钓鱼跳舞的 而是隔三差五的就去拜访我以前的那些亲戚朋友的人 我当初最初的想法也非常的简单 我就觉得自己现在退休没事干了 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见识起自己和亲朋好友等人之间曾经的那份感情和联系往来 我自认为自己当初的想法也并未有什么不合适和错误的地方 可当我真正去做这几件事情几年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这种冲动和想法 因为我感觉退休之后经常去亲朋好友家串门的同时 就是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无尽的烦恼和痛苦 来一串门多了会被对方认为你在有意炫耀自己 我当初之所以想在退休之后去亲朋好友家串门 就是抱着 联络彼此之间曾经的友谊和感情去的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和目的 但却被对方给误会了 我有个好哥们从小和我一块长大 后来他去了外地 而我又常年忙于工作不在家 因此我们就是彻底的断了联系 但我退休后得知他现在住的地方离我并不远之后 我就在第一时间登门拜访老朋友 相见自然就是非常的高兴 聊天中当他得知我现在有七千块的退休金时 而且两个子女现在也有非常不错的工作以后 他对我就是一脸的羡慕 我当时也没往心里去 可在后来 我就发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冷淡了 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天我刚从他家出来准备回家 就听见他对老伴说 就算你现在家境好 你也没必要天天来我家炫耀吧 我知道自己现在过得不 不如你 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去他家串门了 二 串门多了 礼尚往来随之增多 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我原来长时间在外地上班 因此我就跟很多以前的一些亲朋好友等人 基本上就是断绝了一切联系 于是退休之后的我就是靠着多方打听 努力寻找等众多方式 终于和他们又重新取得了联系 既然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我自然就是在闲来无事的时候 经常去他们这些人的家里去串门 看似我和以前的亲朋好友的关系又恢复了 但随着而来的烦恼也是让我不堪重负 今天这个朋友买新车了 在酒店摆下宴席 邀请我去吃饭 明天那个朋友孙子考学 在酒店摆桌让我参加 甚至于就连有些只见过一面的人 有事也打电话让我去 既然别人 你邀请了我也不能说不去 而我们这里每次礼金最少都在六百块钱 长久如此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毕竟我退休金有限 三串门多了 人际交往多了 但身体也垮了 由于我在退休之后和以前的亲朋好友等人又联系上了 我在经常上他们这些人家里串门的同时 我的人际交往和以前相比 自然就是要多出很多 人际交往多了的好处是不少 但是它的劣势也同样不容小觑 别的暂且不说 我经常去对方家串门 对方自然就是好饭好菜地招待着 那么这期间必然就少不了喝酒 虽然我酒量并不是很好 可每次面对对方的频频劝酒 我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喝 要不然的话 对方一大堆的难听话就在那里等着呢 我原本的身体就缓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短短两年的时间过去后 我现在的身上就是一大堆的毛病都出现了 我不用去医院 我都知道自己身上的毛病到底是怎么来的 四串门多了 极易引发一些家庭矛盾的发生 原本我想着自己退休以后 没事去亲朋好友家里 串串门什么的 联络一下彼此之间的感情 这是正事和好事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我的这一举动 竟然也会影响到我的幸福家庭生活 我有些亲朋好友等人 他们住的地方就是非常的远 于是我就需要坐客车去 有时候客车在路上难免会发生堵车什么的 这样我就不能按照原定的计划到家 为此老伴和子女没少因为这事而和我吵架闹矛盾 甚至于有一次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老爸 要跟我闹离婚 子女要把我送去养老院 我当时还非常的不服气 可之后我也逐渐的想开了 他们这样做也确实是为了我好 我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人到晚年 我们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就有了很多空闲的事情 这时我们的老人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可以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甚至于也可以去昔日的亲朋好友那里去串串门什么的 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老人去别人家里串门 千万不要过于的平凡才行 因为人老了以后 本身留给我们老人的时光就不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是我们的老人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全都用在了走访亲友之上 这不仅会给我们老人自己带来众多的烦恼 闹和痛苦 而且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面也会影响到对方的生活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老人在退休之后就应该把余生的宝贵时间都通通用在自己的身上才对 千万不要因为过多的在意别人的感受和想法而影响到了自己原本的幸福生活 人老了有个好身体 好老伴 好家庭的就是比什么都重要 人到老年要学会自私点 你才能活得更加的幸福快乐 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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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庭